我班查到中貨塞會用傳統爐灶酒煮豐肉4小時 煮這麼久煮到客人都不耐煩了 為什麼不用瓦斯爐不是更快 因為瓦斯爐是硬火 爐灶柴燒是軟火 遵循苦法煮4小時會更鬆軟好吃哦 為什麼豐肉需要用軟火酒煮 豐肉要好吃 需要烹煮夠久的時間 讓結地組織的膠原蛋白分解 凝膠化並且變軟 豐肉才會鬆軟好吃 師傅這個爐灶好特別哦 特別用這個爐灶煮才會有古早味嗎 你有看到這個火嗎 這是黃色的對不對 這是軟火 它做出來的東西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比較好吃 這好好玩哦 那你有硬火嗎 有啊 瓦斯是硬火 那硬火有顏色嗎 藍色的啊 這個火幾百度 那個一千多度 快炒的時候用瓦斯 它很快 是不是 但是瓦斯做出來的 跟柴燒的絕染不同 風露的美味是值得等待的